在泰国千万不要小看狗的智商 正所谓36行行行出状元 而泰国的狗则干了第37行 众所周知 位于热带的泰国中午炎日的十分难顶 而这边的狗永远都可以比人抢先一步 连狗都要进来两空调了 我的天啊 哇 你也爽啊 你看你笑得挺开心 哇 铁又有空调了 因为泰国政府的促进小狗在就业政策 使得这边的狗都开始打工养活自己了 有当保安的 一只 两只 三只 五只 六只 七只 九只 十只 怪的 还一把梦呢 当强盗的 他为什么咬了个袋子的 你是不是这边的强盗 快说 更离谱的是你还能碰到当导游的 我看见你这么开心 我都很开心 做什么狗啊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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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安静地挂公园好吗 走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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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像我的狗似的 你真的一直跟着我 我都没有东西吃的 我令你失望 我怎么办 我去哪里 黄金洞去哪里 这位导游阿旺莫名其妙跟了我一路 还好没带我去免税店买东西 所以说 那跟只有尺寸后 我去养家 就知道还有尺寸 name